大威德天天晨曝 2023年1月26号周四 寒流提前南下 容血炎 冰产 小伙伴们做好准备了吗 加拿大环境部对BC省中南部发出大风降温警报 从明天周五开始 温度可能下降5到10度 加上风冷效应 某些地区会觉得更冷 特别是沿海地区同时伴有大风 阵阵狂风伴随着冰冷的空气 周五将到达温哥华都会区 再次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做好防风防冻准备 本地一些商店新到货的容血炎 昨天一天已经售庆 冰产 雪产本来已经库存不足 特别是高海拔地区 小伙伴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开车 走路也要穿好微冰爪 亚洲电影同时无处不在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获得11项奥斯卡提名 杨子琼也凭借此片 第一次获得最佳女演员提名 并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提名的 亚洲女性 这是亚洲题材电影历史性的突破 不仅娱乐亚裔观众 同时得到主流电影和观众的关注 徐伟伦和关继威 也因此片获得最佳女配角和男配角的提名 另外同时无处不在 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服装设计 电影剪辑 原创配乐 原创歌曲和原创剧本等11项提名 据央视网报道 2022年 中国造船玩工量 新街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 以载重蹲计 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7.3% 55.2%和49.0% 各项指标国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